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的今天出現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量能萎縮 那大家或許都在等待 也不太敢做一個大舉的進出 那外資基本上超多會慢慢慢慢的先做一個縮手 那這都是一個目前現階段出現的一個合理現象 那小量收小紅漲了13點 成交量700多億漲了13點 這個行年基本上我認為我關鍵還是在一檔股票 從這一檔股票的走法我覺得這個行情後市還是偏多了 甚至我認為季線它一定還是會來挑戰 所以價錢指數部分基本上我認為就是以台積電來看 它還是一個以台積電的走法我認為就是一個偏多的走法 那台積電也好 這一次的低點你會觀察就是說 以台積電這一次的壓回的低點 並沒有再去跌破上一次的低點 跟之前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這次沒有辦法跌破前一次的低點 然後甚至能夠逆勢再收高上去 逆勢再上去的話 那台積電可以來挑戰季線 相對的加權指數呢 對不對 所以相對的我告訴各位說 我說這一波台積電是一個關鍵 多方的關鍵 另外又是大力光 大力光基本上我認為也是這一次的關鍵 這一次壓回沒有破低了 沒有破低 那我認為基本上 它這一次應該會重新收復季線上去 所以以大力光來說 以台積電來說基本上或許你會說現階段 你可能會說我要看到很多的利多 我才敢去出手買這些標的利 那這就像當時 被動元件每天都利多的時候 你們都敢買啊 對不對 那後來呢 現在被動元件全部都是利空了嘛 誰敢買 只剩下當充的啦 想要搶短的 做做價差的 在那邊 弄來弄去混來混去啦 那可能會發現越來越多人在裡面 做被動元件做來做 想要做短線做個價差 結果呢 還是都賠了 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股票絕對不是這樣的 你每天想說我今天去搶個價差 我把它沖掉 我每天當沖 我每天要怎麼沖 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你會發現 這些想要去當沖 格陸沖這些人啊 資金絕對是越來越縮水 絕對是縮水的 那不是正規的做法 除非真的是少不 極少數有一些 你覺得有一些技術啦 否則基本上我建議賞戶朋友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想說 你要去賺那種很短線的那種獲利 那是不可能的 那 倒不如老老實實的去看 為什麼 別人可以穩定的 在什麼樣的行情之下 我一樣賺錢 12月行情並沒什麼特色 12月 你仔細看下去 12月是從這個紅K開始嘛 對不對 從這個紅K上去之後的壓回 就是到今天 這是12月 12月其實嚴格來講是開高之後的走低啦 嚴格來講是開高走低收一些下影線啊 你要用K線去看越K線的話就是開高走低收一個下影線 目前為止是這樣 那量縮了嘛 剩700多億 那這個行情有沒有可能複製上一次 讓人急凍之後在這個位置嘛 700多億 在這個地方700多億之後呢 上去了 那這一次呢 量又縮下來了 有沒有機會 挑戰季線 而且是第二次來 這一次能夠站上季線 那我認為是有這個機會的 因為搭配台積電跟大力光 我認為這一波其實 有一點點會 會嘎到空手 有一點點會嘎到空手 很多人根本沒 根本不敢買 也不想買 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你找不到支持你去買股票的理由 跟原因嘛 那你們會想要去買股票的理由跟原因的時候 一定在這裡嘛 好多原因跟理由告訴你 可以買 可以買 真的可以買 這個行情會到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那現在呢 你找不到原因跟理由嘛 所以量呢 剩下700多億 所以一般人覺得說這個行情不好做 可是我做給各位看 12月的行情剛剛給你看過了 開高走低 到目前為止這樣子 那12月呢 這些都是我們真實的交易 12月呢 我們是一檔接著一檔做 我不是同時叫你買了 買了一堆股票在手上 那其中某一檔賺錢 我們不是講這種東西喔 我們真的一檔 一檔這樣做下來的喔 每一檔我們真的有做減碼 有做獲利出場動作 也真的放到口袋喔 所以我說如果你只有100萬資金 你就去買一檔 一直漲停 你就賺10萬嘛 你的100萬要怎麼用 現在問題在這裡 100萬要怎麼用 現在在座各位 我相信應該很多觀眾朋友 很多人 100萬資金在做股票 大有人在 更不要講三五百萬 甚至上千萬的 都在看節目 我就講最基 最基礎最基本的 100萬資金你要怎麼用 100萬要怎麼用 一直漲停賺10萬啦 所以關鍵在哪裡 你要拿你的100萬 去追逐一個已經漲三成四成的 你跳進去買100萬資金 買了一檔 買了那個五標地 他如果 我不要講說他漲完了修正了 我不要講漲完修正了 我就講了嘛 如果他已經漲了三成了 你覺得他需不需要整理一下 機率是非常高的嘛 我們就說我都 什麼都我都不會分析 我什麼都看不懂 那至少從機率來看的話 漲了三成四成之後 你跳進去投入100萬 去買的標地 他整理的機會高不高 機率是高的嘛 你都不會分析喔 都不要用分析 機率高不高 高嘛 那你幹嘛去買呢 那買100萬的資金人 你說那沒有關係 以後還會再 對啊 那以後還會再 他拉了三四成之後 如果修正個兩成 你帳上 戶頭 帳上的過程中 100萬是虧損20萬 你受得了嗎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是 帳上虧損15 20萬 受不了就砍掉 砍了之後又上去了 100萬 他只要休息個15% 20% 你的100萬 馬上就剩下80萬 你下一筆交易不是100萬資金啦 是只剩80萬喔 你還能再錯嗎 你這樣做股票 你最後就是你發覺壓力好大 因為你 你心裡有一個壓力就是 我不能再錯了 我現在一定要對 一定要賺錢 一定要趕快賺錢 我不能再錯 我不能再賠 再賠就快沒錢了 對100萬來說真的是很快喔 對不對 你如果連續15%賠掉 再賠15% 你的資金是不夠70萬 連70萬都沒有喔 做股票怎麼做呢 不要有壓力啊 所以 所有的問題 源頭就在我講的 你在哪裡買的嘛 你在哪裡出手的嘛 你是要買完之後 在對的位置 在對的時機買完之後 他上去漲個兩三層 兩三層給你賺嘛 而不是已經 已經漲了兩三層之後 你才去買嘛 會那樣的買股票的 我講的那個 基本上 可能基本上 我可以懷疑 你根本不是 不會做 那或許你說老實 可是我是跟了 某些人操作的啊 有分析師帶你操作的 那我就沒話講了 我就不批評了 如果會帶你做那樣的動作 代表他根本不關心你的資金啦 你儘管你繳的會費 人家根本不在乎你 漲三四層之後 我帶你去追 你覺得我關心你的資金嗎 我在乎嗎 我已經說過 我們這樣 我的做法 已經 不只是12月啦 每一個月我都是 一檔一檔這樣子做 三根漲停就算30萬起跳嘛 18萬 15萬 我都這樣100萬資金喔 100萬做到某一檔股票 2、30萬喔 今天我做一檔 今天我做什麼 我又獲利下車了 獲利減碼 今天禮拜一 我的客戶 今天又賺錢了 又放到口袋 而這個標的 上個禮拜五 我已經給你公開了嘛 對不對 上個禮拜 IET 4971 上個禮拜五幾乎逆勢 幾乎拉到漲停板 這就是我講的 這就是我講的 其實我們要買的什麼 我們要買的就是這種 運作完畢之後 一旦啟動 它就是強攻 那因為它強攻 所以我很容易 我馬上 我馬上就怎麼樣 我馬上最起碼 我可能賺超過10% 賺個8% 10% 10幾% 你會發現 你買到這種標的 你很快 幾天的時間後就賺了10幾% 20幾% 甚至30%以上 那你如果去買一個已經漲了30% 40%才去買的 那你很容易在兩三天 三天 三四天之內 它超過休息一下 漲多的收斂一下 乖離收斂一下 你可能賬上就 賬上就虧損了 2030萬起跳 100萬資金 投資本你要注意聽 因為你本身資金是不多的 所以你操作起來 你每一個關鍵 每一個環節 你要想好 這樣做對嗎 你要想好再決定 要不要這樣做 尤其是出手要買之前 先想一想 你今天買這個標的 是在什麼樣的位置 什麼樣的時機 對還是不對 想一想 我節目中 我每天所提醒你的 你現在買那個標的 你當天要買的標的 到底時機對不對 位置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你買的時機跟位置 跟我節目中所 跟你提醒的 買的位置時機是 對的 OK的 你儘管去買 可是問題是 你怎麼判斷 那個位置時機是對的呢 你怎麼判斷 你要拿什麼去判斷呢 不是憑感覺 我們做股票是不憑 憑感覺的人 早就被市場淘汰了 做股票要有憑有據 你怎麼判定 那個位置是對的 我用每一檔股票 時機交易給你看 IET我們今天又解碼了 對不對 上禮拜我幾乎工漲停 那前提是你有沒有先買呢 藏紅出來啦 對不對 過高啦 過錢高了 有沒有 從這裡開始拉高 從45塊6到上禮拜到54塊6 這根紅K的高低範圍內 你怎麼買 你只要在這範圍內買的人 絕對賺錢了 一定賺了 突破你不要追 壓回來到紅K範圍 尤其到下緣了 怎麼做 你看 這樣子多少 19萬 這樣子100萬可以拿19萬 100萬拿19萬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去追 你是在還沒上去之前 你先做 那你怎麼知道在這裡可以接 我已經講過了 這是個運作區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今天17號禮拜一 開心的禮拜一有沒有 早上大漲 早上IET大漲超過 超過6% 7% 解碼入袋 各位這樣 這樣多少 這樣子 第一階段 這樣子 26萬5 你100萬 這樣子 從這裡買 到今天早上 可以拿26萬5 所以你下一筆交易 你的本金加你的利潤 就有126萬5 從100萬變成126萬5 那更不要講 你是200萬超多的人 那更多 200萬就變250萬 對不對 200萬就跳250萬了 可是我說的 我們拿最基本的 就是100萬人人都有 不要說我只 我只 我只說 你有資金的人 300萬賺多少 500萬多少 我不講 我想最少最少100萬人 如果你這樣做 你可以拿多少 那這樣做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 你根本不會有壓力嘛 做股票最怕就是有壓力 在這裡買會有壓力嗎 在運作區內買會有壓力嗎 絕對不會嘛 你看 沒有壓力 又安全 又一定會賺 這樣多少 26萬5 而且我又會帶你減碼 又不是死報活報 對不對 那這樣錢是真的 你是真的拿得到的 這一檔 今天減碼 這樣子 100萬就賺26萬5 這一檔就26萬5 我都還沒有 我都沒有更改字卡 我都沒有寫上來 各位 因為根本不重要 因為你只要按照規矩 這樣做 你就是一檔一檔 這樣 該你賺的 你就該賺的 你絕對賺得到的 那 怎麼去判定 怎麼去判定 這關鍵 這支F立凱 這立凱KY 來 第一根 掌停板 題材有什麼 磷酸鐵理材料 還有材質 這些我都不要再贅述題材了 我已經講過了 題材再漂亮 這樣 基本面再好 未來數字多少 你大概都可以估得出來 可是 我已經講過了 你要我聽 你要聽我每天跟你報告 公司的基本面嗎 還是 你要的是 公司基本面很好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買 很多人啊 為什麼去追漲 因為 股票沒有漲之前 他們根本不知道 這家公司有多好 那你平時不做研究 底下也沒有研究團隊 那 你們每一次都要等到股票上去的 你們才去 發現 哇 這是強勢股 那我們趕快去看看這個強勢股 它為什麼可以強勢 好啦 等你們研究包括通通回來了 通通跑回來了 我們知道了 為什麼它最近漲的适程 因為它什麼什麼題材 什麼什麼原因 所以漲了适程 那報告出來啦 怎麼辦 才去買嗎 為什麼不能夠 股價沒有上去錢 你就先掌握它的題材 它的數字 那掌握住之後呢 又等時機 就是我講的 第二個步驟 等時機出手 對的位置 對的時機出手 它的相輔相成 每一個環節真的都很關鍵 你都是 每一個環節你都不能漏掉 你不是說 我 我不管你題材數據什麼 我就是 我就是 覺得它不錯 我就買了嘛 你覺得可以這樣做股票嗎 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題材數據一定是先掌握住 先掌握住之後 的買點 為什麼這裡可以買 對不對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你知道在這裡買 不只是各位啦 你看節目 你看節目你會想要問說 為什麼你知道那裡可以買 各位在這裡為什麼可以買 我給你看這個字卡 你什麼都看不懂 不只是你啊 我的客戶都會 都有人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你知道 帶我在那裡先買 為什麼 可以讓我知道 還是你可以教我嗎 陸陸續都有很多客戶會想 希望我教他們一些東西 那我說 我有空我就節目中 我就直接給你看 因為要把這個超盤 盤中的模組的字卡印下來 真的花時間 所以我沒有辦法每天每天一直在跟你講 我們在盤中看的模組 它的一個字卡 但是我有空的話 基本上我會把它呈現給你看 後來立凱 有沒有是不是大漲 大漲我們又減碼 那這一筆呢就是我講的嘛 26% 這樣是不是100萬賺26萬 有沒有是不是很開心 是不是沒事 因為你真的有賺到口袋裡 當然開心啊 1 2 3 26% 我們真的有放口袋 才有真的賺錢 那為什麼你知道這裡可以買 我想我們還是拉回到重點 為什麼這裡可以買 為什麼你知道 為什麼 來 這是我節目中 我秀給你看了嘛 對不對 在11月20號這一天 這個地方這一天 你看我們看整張畫面 這一度以來哪一天 或者是哪一天讓你看到 有運作量進來的 這是什麼量啊 我們帶進 這是運作量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節目中常常講說 你們所謂的 股價漲上去之後 你們所謂的回頭看這個區域 是轉折區 你們所講的轉折區 其實在我們的定義 它是一個所謂的運作區 那很多人不懂 為什麼你要叫運作區 不叫轉折區 我不是跟你咬文截字什麼的 不是 也不是要標新利益什麼的 不是 但是 那是一個概念 為什麼我們定義 那這個運作區 不是你們所謂的轉折區 轉折區是講事後的人在講的 轉上去的 你在跟我講那是轉折區 那是講事後 回頭講事後的 我講的是那個當下 那個當下正在發生運作 所以 我知道我在這個地方買 而後它會長上去 長上去的 你們就回頭跟我說 這是轉折區的嘛 所以我們不要講事後的 那個當下 為什麼你知道可以買 因為有運作量 懂了嗎 正在發生嘛 所以這根K棒上下緣 就是我們所謂的 未來的運作區嘛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可以做 你看 是不是上去的呢 這樣子 123 26萬 這筆你是這樣賺到的各位 所以當你要問 為什麼這裡可以買的時候 我就給你看了 懂了嗎 所以這一切交易 它是有平有據的 所以 你知道它有儲能的概念 你知道它有一些電池的概念 可是問題是 那什麼時候可以出手 你懂嗎 所以我們 基本面的東西 你必須要有 但問題是 下一個步驟呢 何時出手呢 也是很關鍵的嘛 可是一般人呢 不是喔 一般人就是股票上去之後 帶你去追 為什麼 上去之後就開始研究了 為什麼它可以大漲 為什麼它可以連續兩天兩根漲定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啦 研究員就跑了一堆報告回來 給操盤人 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們也叫客戶 我們把資金拿去去買 所以你們的買法 都在這裡買 那你們一買 你們買的時候 我賺錢了 我減碼 所以這個市場 我講過了 其實我們的做法 不是說我們 標新利益跟別人不一樣 而是本來就該這樣做 那一般人呢 永遠都是怎麼樣 股價上去才去研究 那因為你們股價上去才去研究 所以永遠都是追漲 你們買的位置 永遠都不會是在運作區內 所以對我來說 你跟我說指數行情好不好 那是你們一般人在想的 12月行情很好嗎 我們怎麼做的 我每一檔標的的做法 都是這樣子 我可以判定運作區 所以我可以讓你賺到錢 好 那下一檔 今天我們又畫護力下車的IET 對不對 解碼了 那下一檔呢 很多人需要幫忙 我知道了 不是我不幫了 不能每天每天都在幫忙 那今天我拿出來 如果你需要幫忙的 你就把握今天 來 如果你需要幫忙 你做的不順 你真的有虧到很多錢 你覺得壓力很大 你希望我能夠幫助你的 那你今天你不用害怕 不用害羞 不用不好意思 你就直接撥電話 我們來預約 那下一檔 我出手的時候 最新的標的 我出手去買的時候 那會有人通知你一起去買 我幫各位 需要幫忙的 你就直接撥電話 不限人數 我們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超市場倉 最新的調查 我請到保持 看一下 410-5 最新的計畫 超市場倉 每次找公司 開店 掌握未來 取益 其中華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所以其实我每天我都要提醒各位 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你做股票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这家公司未来的题材 数字你要有这种概念 财报你当然要懂 可是问题是你不能只懂这一部分 那是不够的 你如果只懂这一部分的话 你往往就是会去追涨 股票上去了 你才会听人家讲 或者是你去看了什么报告 告诉你说他很好 你就去追了 可是那个位置 各位 那个位置 时机都不对了 各位都不对了 所以你们很容易套牢 买在相对高档 钱就缩水了 压力就来了 就不快乐了 所以知道题材 财报数字都懂 对 那问题那接下来就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什么时候出手 各位位置对不对 这是关键 那好啦 那问题来了 那出手时机跟位置又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定义给我看 这个就回到我讲的 运作区 懂吗 所以我们可以挑到好公司 但是我又可以在好公司的好买点出手 怎么可能赚不到钱 所以我节目我一直在讲的就是一个逻辑 我们操盘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挑选出一档股票 我们开始带客户去买进的逻辑是什么 这是我节目要表达的 所以因为这些逻辑是非常正确 所以我节目中才告诉各位 我们不讲11月如何 10月如何怎么样如何 我就讲这个月 对不对 你真的有本事 你就每一次上节目都要讲当时的状况 不要一直讲过去赚多少 以前我赚多少 我们不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看我节目 反正11月看我节目也一样 现在12月看我节目也一样 我的做法有没有改变 都没改变 所以来到12月我做什么 你看你12月有赚到九豪吗 有赚环天科 有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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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赚这个吗 有到今天IAT获利下车吗 你有做这些吗 你都没有做 或许你有做 可是你买的买点呢 都不是我买的位置 甚至有些人买的位置都是 我卖出了你才买 我都赚到放口袋了 你们居然去追进去了 那不是说股票不好 而是他可能要收敛乖利 他可能要休息一下 怎么整理一下 那休息整理就足以让很多 小儿头子朋友紧张害怕了 你账上亏个15万 20万 30万 你受得了吗 心里当有压力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会做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决定 都是不对的决定 所以你可以发现 像今天 我每一笔交易 我都讲得清楚明白 今天我就减码了 大涨我减码 对不对 这样子就赚钱很开心了 这样子这一段 这一段差了26万5 100万差26万5 因为你没有去追高 你是拉回运作区内操作 所以你怎么样 你都开心 然后12月你看 这每一档股票 我就快快带过去就好了 有没有 这个区域 你怎么买都对 结果呢 这样子26万 这样子26万 好 9毫 这过程 涨停 有没有 这不刚上来 好 那为什么你要在这里买 你怎么知道可以在这里买 问题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两天两根涨停 为什么你知道先买 为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很好 要问为什么 你要问为什么 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 第三天有没有 第三天三根涨停 我减码 我在这里减码 有多少人跳进去追 我减码了 你们跑去追 来 关键在这里 为什么你在这里买 为什么在这里买 这里买200万赚60万 为什么 100万赚30万赚30万 为什么 来你自己看就好了 为什么在这里买 这一根K棒 11月19号 当天也有多少 5702张的运作量进来 这一路以来哪一天有 就这一天有 所以他会开始 这一天有了之后呢 会开始进入一个运作区 就出来了嘛 在运作区内 红K下源这边 基本上绝对最安全 一启动上去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我减码 减码之后开始压缩 是不是开始收链 是不是开始收链 乖离 那你们最近去的 他一收链乖离 你这里呢 这里账上可能赔20万 30万 结果人家100万赚30万 结果你账上赔个 十几20万 好奇怪 因为位置不一样嘛 结局就差很多了嘛 每一档标第一 我都可以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怎么买的 我们怎么会在那里做 只有这样的才能够成功 各位 好不好 那还是一样 我会帮各位 可是呢 一样啦 不限人数好不好 我说过我不限人数 那你需要我帮忙的 你自己做不顺的 最近赔到很多钱 有压力的 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来报道 大家都来 打个电话过来 预约买点 不限人数 我帮各位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